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包括商签任何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 美官方执意与台湾民进党当局推进所谓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 执意签署有关协议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违背美方做出的警与台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所谓倡议不过是美方打着经贸合作的幌子 对台予取予夺 敲骨吸髓的指挥棒 是台湾民进党当局为谋独私利 不惜出卖台湾同胞和企业切身利益 害台卖台的投名状 是美国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最新例证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改弦更张 停止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停止推进并立即撤销所谓倡议和协议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必须完全由美方承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